到這個哈哈三個字 很難過 眼眶泛紅講到哽咽 想到台電同仁在第一線辛勞 卻受到責備感到不捨 爭論節目或者是 一些網路上的新聞看太多 然後一直的批評一直的謾罵 台電總經理王耀廷 20號突然請辭 各界紛紛未留 如今青上火線宣布不辭了 考慮再三 我不想帶給大家困擾 我也不應在內閣 要改組的這個時間 來做這樣的一個 造成這樣一個混亂 所以我在這邊還是留下來 王耀廷解釋 花蓮強陣造成機組故障 部分地區跳電 並非各界揣測錯誤能源政策 是因為我末端的這個線路故障 造成的設備沒有電 而往往這個部分 都被扭曲為缺電能源政策錯誤 請各位給我們一點時間 我們會努力改進 所以剛才有提過 十年內我們讓停電事故 降低了七成 你再給我們一點時間 再三強調世界各國都會因天災影響供電 卻演變成政治鬥爭的工具 民眾的不諒解 希望這次過後能減少口水 三連新聞流星上外台 每次分不到